本视频由贝克7221的花生赞助播出 我们主要经营正品配件 各种版本的手机 保证好吃不贵 这小店是我们华生测评 保持独立测评的基础 欢迎大家进店自行选购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华生测评 我是周紫玉 几日不见 甚是想念 上篇内容刚发布完 就有好多朋友说没看够 催更下篇 今天视频终于保质保亮的完成了 看完了外观和屏幕 本期视频会为大家介绍P20系列的拍照 性能 续航 以及我的购买建议 不同于极致主义的Main系列 P系列主打了科技时尚主义 经过这一天使用下来 我对这句话有了一些深入的理解 换句话说 这次的P20不够极致 不够水通 我之前差点有一种把iPhone10扔掉 去换成华为的冲动了 但还是因为原因我放弃了 为什么呢 听我威威道来吧 首先我们要肯定P20 Pro在相机方面的进步 这次的表现可以用精彩来形容 但还是希望大家理智对待DXO的打分 这次的相机就像这部手机一样 不够均衡 不够完美 并没有全方位超越国际拍照旗舰 接下来 我花大部分时间来介绍华为P20的拍照 满满的干货 2012年227日 坐标西班牙 诺基亚发布了808 试图把手机的拍照带入大抵超高像素时代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 2018年227日 六年整 坐标巴黎 华为发布了P20 Pro 三摄 4000万 DXO114的得分 发布会上我听到这一切 感觉都不太真实 不是不能接受国产的进步 只是怕进步太大会傻个腰 抵达以及压死人 硬件 滑为堆料从传感器开始 P20升级为iMac 380 P20 Pro直接干到了iMac 600 1.7英寸的感光面积 是近几年来手机中最大的 机器横过来 从走到右分别是2000万的黑白 4000万的彩色 和800万的长焦 光圈分别是1.6、1.8和2.4 而P20还是常规的2000万黑白 和1200万的彩色 和去年的Mate 10 Pro相近 前置都是2400万像素 F2.0的光圈 4000万的主摄 自然是华为P20 Pro的第一大卖点 首先我们就拿着4000万开刀 看一看华为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像素 第一 4000万的作用就是高像素的照片 经得起拉伸 变焦留得住细节 变焦的问题 一直是手机厂商头疼的地方 前些年 大家都做高像素 但由于手机体积的限制 像素增多 势必会造成单像素尺寸的减小 最后有些适得其反 所以理智的厂商开始渐渐下调像素 主流旗舰也大多维持在1200万这个水平上 后来长焦镜头的引入 让变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但局限性还是比较大 这时候就有人怀念诺基亚的大底高像素的方案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 华为终于完成了接替诺基亚的任务 相机上传统的变焦可以分为两大类 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 光学变焦是通过移动机械的结构来调整焦距 在变焦时 传感器看到的就是已经放大后的图像了 所以它能以最大分辨率来呈现图像 而我们熟悉的长焦流手机 原来是使用不同焦距的相机 通过切换来放大拍摄主体 但仅仅局限于两个固定的焦段 其余还是要靠数码变焦 而使用数码变焦时 无论变焦倍数如何 图像创感器都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放大拍摄主体的唯一方式 那就是先裁切后放大 毫无疑问 这种办法会降低分辨率 导致照片模糊 大底高像素长焦 P20 Pro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要的我都有 不同于主流的五十毫米一千二百万 P20 Pro用的是一颗等效八十毫米的八百万长焦 理论上可以实现三倍的光景变焦 三倍以上则通过转件的方式实现混合变焦 我们猜测借助的正式超级分辨率技术 虽然华为没有明清声明 但从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线索的 首先在十倍变焦下 虽然长轮镜头只有八百万像素 但最后我们得到的仍然是一张分辨率为一千万像素的照片 另外2013年的华为P2 2014年的fine7 在五千万像素超级变焦中都使用了相似的技术 该技术提供商在PPT中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这种超级分辨率有助于提升变焦 HDR等方面的表现 总体思路就是所谓的亚像素定位 以次性拍摄多组样张 亚像素定位通过整合多个图片帧 增加可以使用的数据量 于是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P20 Pro在十倍变焦下 得到的仍然是一张一千万像素的照片了 华为在绝大多数变焦中 都会同时使用两颗镜头 一到三倍时 用的是彩色加黑白的方案 而三倍以上 主要靠的就是80毫米的长焦和四千万的彩色 在拍摄界面 等一两秒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画面变清晰 并且由于长焦镜头具有光级防抖 画面会更加稳定 虽然还不能确定 华为在生成这些照片值 使用了什么样的算法 每个相机拍摄了多少组照片 但可以确定的是 它融合了来自长焦和四千万摄像头的数据 华为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 实现了如此优秀的编焦效果 而四千万的第二大作用 就是提升照片的宽容度 可能这两点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 因为我们还要引入第三个东西 那就是贝尔滤波器 和手机屏幕一样 相机创感器也有像素 只不过区别在于 它们没有RGB紫像素 每个像素仅仅可以获得三元色中的一种信息 典型的贝尔过滤器中 因为采用的是RGB排列 绿色像素的数量是红色或蓝色的两倍 这意味着 一个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中 拥有600万个绿色像素 300万个红色和300万个蓝色像素 但最终我们要的照片 还得是1200万像素的RGB 那么问题来了 缺少的红色和蓝色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个像素 从它相连的像素那里 借一些数据信息 来获取其他两种原色的信息 但这次华为用了多了一个前缀 Quite Quite的贝尔排列 是指四个像素分组在一个正方形中 共享相同的颜色滤镜 更多细节我们就不深入了 直接说结论 首先采用这种技术 可以将图像创感器 看作交错在一起的两个创感器 简单点说 就是一个可以当两个式 两个创感器可以同时拍摄同一主题 但不同曝光的照片 然后将其叠加在HDR照片中 如图所示 一个颜色分为四块 两两分别负责长曝光和短曝光 落实到长篇上 那就是白色高反差 或者夜景射击灯光的场景中 P20 Pro都有相当大的优势 高光不过曝 暗处看得到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次发布会场 大肆宣传的各种HDR 和这个技术 也脱不了关系 缺点在于 和常规贝尔过滤器传感器相比 Quite的贝尔 由于输出数据 是通过二乘二像素的集合读取 照片会损失细节 所以不难理解 为什么要做4000万的吧 要更好的HDR表现 更纯净的照片 但要损失像素 所以就给你4000万 即使浓缩后 也可以输出1000万像素的照片 细节同样不会落后主流旗舰 在4000万像素模式中 不支持变焦 不支持连拍 但光线良好的场景中 Ebay拍摄 4000万像素在细节保留上 有着先天的优势 甚至在一些场景下 和我的微单有一战之力 到了室内 光线不是那么好的环境中 还是没能避免高像素带来画质烈化的问题 这个时候推荐改为1000万输出 所以我的建议是 除非有特殊需要 否则一律用1000万吧 4000万第三个作用 就是用于超采样降噪 噪点是模拟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 这一步产生的 是电路的杂讯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出现的完全随机性 三星S9 Plus的多张合成降噪 就是利用了这个特点 你不是说每张噪点位置都不同吗 那我就拍12张 选每张最好的部分 统一合成在一张照片上 这时我们就得到了一张 纯凝度较高的照片 理论上 连拍张数越多 降噪效果越明显 而超采样降噪 说白的就是缩图 拍完一张高像素照片后 把像素分为2x2的小组 然后四个像素合并成一个像素 因为噪点是随机分布的 所以几乎不会出现 四个像素都有噪点的情况 这时候再通过软件算法 把这个大像素的噪点剔除掉 然后缩图 这样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好的降噪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P20 Pro的4000万传感器 在夜间输出为1000万了 从我们得到最终效果来看 华为这次的降噪算法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样张 首先声明 如果没有特殊标注 华为的两台我们全部关闭了鲜艳模式 白天事外环境下 P20和P20 Pro表现有时比较接近 偶尔有偏差 这组小花的发色 两台华为的表现就几乎一致 科技楼同理 天空其实都没有那么蓝 以前我们总说三星的发色太浓艳 没想到现在三星反而是最素的 虽然不是很稳定 但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的 发色上 P20有大概率会比P20 Pro更加鲜艳 曝光更充足 这组就非常有代表性 中间木制的广告牌 P20更加鲜艳 曝光也要比P20 Pro和iPhone 10更高一些 这组也可以看出 数据的绿色和金骨门的黄 都是P20更加鲜艳 有些场景下 二者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比如这组 HDR方面的表现 华为P20 Pro可以说相当强悍了 全自动模式下 我们看这组 忽略绿色的发色 远处的车辆 iPhone 10已经全部过曝了 而华为在暗处明亮的前景下 还保留了远处汽车的细节 解析力方面 Ebay拍摄下 P20还是不落后于主流旗舰的 毕竟苹果三星也只是1200万 只是一旦涉及变焦 一没有4000万的主摄 二没有长焦 P20就只有被吊打的份了 先不谈自己的老大哥 连iPhone X 三星S9 Plus都打不过 并且在有些场景下 P20为了让照片看上去更锐利一些 故意加重了锐化算法 最终的效果和那些纯自然高解析力比 还是差点意思 看了这几组 你可能发现 P20 Pro恐怖的变焦能力了 无论是室外 室内 还是晚上 P20 Pro都可以说远超其他拍照旗舰 自从有了P20 Pro 上数学课 我可以再往后做好几排 拍到的版书依旧清晰 这组室内的小熊 无论是小熊的绒毛 还是木桌子的纹路 P20 Pro毫无疑问 秒杀了三星 但是白天其他方面 P20 Pro还是有些小遗憾的 表现不够稳定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 那就是发色 可以说 在相当多的场景中 华为都没有办法 很好的还原事物应该有的颜色 不管是标准 还是鲜艳模式 情况下 拍照发白的问题 依旧存在 并且这种发白 莱卡模式是不能解决的 室内 华为还出现了 白平衡偶尔不准的情况 这组 明明是黄色的书桌 华为拍成了青色 这组小姐姐的背影 无疑iPhone10的白平衡更稳定 但不得不说 拍小姐姐正脸的时候 苹果最丑 三星紧随其后 华为处理得更粉嫩 经过这组以后 小姐姐已经拒绝 让我再用iPhone10拍照了 所以 这个时候 什么真实 都是假的 小姐姐开心 才是真的 室内光线下 P20相较于P20 Pro 保持了一贯的高曝光 这时候看起来 P20拍的小姐姐会更加可口 这组正成功红了的照片中 整体曝光 P20 Pro最低 但无论是细节 还是高光的控制 P20 Pro都是最好的 三星起次 P20垫底 夜景样张中 这组正常步行机的灯光下 三者曝光都差不多 小姐姐看起来 还是华为拍的更好看一些 这组灯箱 大面积的光源下 华为的整体曝光 看起来还是要 稍稍落后于三星和苹果 但放大以后 细节保留上 华为可以说独步天下 这几组同理 在路面曝光差不多的前进下 亮出 华为处理的明显要好过 三星和苹果 看来这次的大像素 各种算法 真的立功了 如果说夜景 华为和三星苹果 差距不大的话 P20 Pro真正惊艳的地方 在于极限弱光 真的是bug级一般的存在 可以说 大抵加上恐怖的ISO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 官方宣称 ISO最高可以达到 10万02400 这个数字 不谈手机 连专业单反都很少能达到 实际使用中 我只解锁过一次这个数字 虽然画质可用性不高 但还是要为这个技术点赞的 落实到实际拍摄中 全自动模式下 P20 Pro在弱光会把ISO拉得很高 得益于大底和这次的降到算法 噪点控制的还相当不错 这组分别是自动模式和超级夜景模式 可以看出 ISO51200的照片 纯净度并没有比3200差多少 曝光还非常的高 如果加上三星S9 Plus和iPhone X 你可能就体会到什么叫残暴了 新一代夜视仪 华为P20 Pro 妥妥的 除了变态的ISO 这次改善夜景成像 华为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功能 那就是超级夜景 我们都知道 夜晚晶光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相比于开闪光灯 拉长曝光时间是更有效的一个方法 但是因为人手自然的抖动 想要做到手时长曝光 是几乎不可能的 不上三脚架 曝光时间只要在一秒以上 就有大概率会糊片 华为这次搞出来的AIS 大概意思就是通过AI来防抖 做到手时4到6秒不糊片 翻看照片信息 确实曝光时间是4秒 但经过这一天的使用下来 我发现 这和我们熟知的长曝光还不太一样 这一次的超级夜景模式 我更愿意把它叫做超级HDR 它是通过把不同曝光的照片 合成在一起的方式 来提升整个照片的质量 白天使用得当 你会得到一些宽容度曝表的照片 夜晚有灯香的地方 超级夜景模式 也会把高光控制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状态 暗处不会看不到 晚上我基本都是无脑开启了 为了一个好景色 我还是愿意等它5-6秒的 你愿意吗 但是超级夜景并不是完美的 首先白天有些场景下 开启以后画面会变得没有层次感 看起来很假 再比如照片颜色会变淡 第三 如果拍摄会冻的物体 比如风中的树叶 成片中 树叶那里多半就会糊掉 并且 不是说有了这个AI防抖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动 有时候还是会糊片的 只不过 概率不高 最后 由于采用类似多张核场的技术 画面细节的保留会不及自动模式 我们看这一组 分别是自动模式和超级夜景模式 明显 后者细节还是差了一些 前面那些赞美 我们都是给P20 Pro的 不包括P20 因为这次P20在夜景上翻了车 我们边看样张边说 这组其实三星的亮度已经超过肉眼所见了 华外P20 Pro开启了虐场模式 而P20这边开启了吸血鬼模式 没错 就是这么红 这个问题基本贯穿在所有P20的夜景拍摄中 开启超级夜景模式之后 效果会更加明显 下面这组分别是P20和P20 Pro 自动模式和超级夜景模式 可以看到 Pro这边就没什么问题 而P20这边问题就大了 我们回到自动模式 把三星和苹果的样张加上去 发现P20的表现是最差的 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 P20毫无细节可言 结果毫无疑问的垫底 三星苹果差不多 而P20 Pro笑笑不说话 P20开启超级夜景模式之后 细节会有所提升 但照片还是红的可怕 这组全自动模式下 可以看出华为P20 Pro细节保留最多 但颜色暗淡 我们之前也有提 三星观感还算不错 P20这差的就有点多了 这一组也可以验证我们之前的结论 那就是开启了超级夜景模式之后 画面细节会损失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看几组 极限肉光下 P20 P20 Pro和三星苹果的样张对比吧 至于P20发红的问题 华为的夜景工程师跟我说 这是软件问题 后期会通过更新的方式来解决 但夜景拍摄 如果不开超级夜景的话 我认为P20还是没有办法和三星S9 Plus比的 但仔细想一想 P20和三星S9 Plus好像也不是一个价位的产品 相机界面可以切换成120帧 240帧和960帧 其中120帧是1080P画质 而240帧和960帧只能做到720P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华为在开启960帧低光下 画面亮度会远超三星S9 Plus 虽然具体原理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大底和高ISO绝对脱不了关系 因为在同一场景下 三台手机开启960帧超级慢动作 画面亮度从高到低 依次是华为P20 Pro P20和三星S9 Plus 这一点和传感器面积是吻合的 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表现拓坏了超慢速动作的使用场景 可以点赞 但老问题还是来了 那就是颜色丢失明显 可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吧 AI拍照应该是华为发起的 这次P20上 华为把它的应用范围变得更加广泛 给人的感觉就是更加智能 比如看到蓝天会帮你优化 看到文字会帮你做清晰化处理 拍人会自动打开人像模式 极限热光下 会自动打开类似超级夜景的功能 当检测到你用三角架的时候 会把曝光时间拉长到40秒以上 可以说在日常使用中还是有所加分的 只不过有时候开戏以后 颜色会过于鲜艳 之后我索性就关掉了 前置摄像头虽然说是2400W 但即使把美颜关掉 脸上也是毫无细节可言 这种照片我也就只敢放在视频里吓唬你们了 并且录像最高支支持720T 不管拍什么都会发白 看来这个前置摄像头只能用来自拍了 录像方面我们从Mate 10那一代就开始吐槽 到这一代还是没什么感性 4K60帧没有 1080P60帧下画面依旧极其不流畅 基本不可用 熟悉的还是之前那个套路 按下录制之前取景系异常的流畅 按下之后就卡的不行 还好的是由于高像素 变焦画质差的问题 在这一代得到了改善 再看P20 60帧下就没有什么表现突出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喷 在1080P30帧下 P20 Pro解析力高 视频防抖表现稳定 综合表现非常优秀 并且在一晚拍摄中 画面亮度控制的还非常好 如果你不使用60帧的话 那华为P20 Pro可以说堪比国际旗接 当然这里我还是更加期待 更好用的60帧可以早日到来 对于华为这次在相机上的成功 外界很爱用大力出奇迹 有钱为所欲为来形容 确实华为在2017年 投入了897亿元人民币用于研发 在全球仅次于亚马逊 和谷歌的子公司Alphabet 远超苹果 这次的IMX600是华为和日本图像所 分岩以及索尼共同研发出的传感器 这里面分岩就是诺基亚之前 做808和1020的团队 并且据消息称是基本整编 听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的传感器是定制的 如果钱没砸够 你认为索尼会折腾自己来定制它吗 最后我还是想说 这次P20 Pro的拍照 稳稳的国际第一期队水平 一些场景配上有毒的莱卡调色 加上恐怖的变焦 效果初衷的超级夜景 确实是一款硬实力足够强硬 软实力还非常优秀的相机 但白天色彩白平衡的不稳定 60帧录像的不可用 让我渐渐恢复的理智 P20这边白天和Pro比差别不是很大 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平 晚上表现不及国际旗舰 但配合超级夜景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综合来看 P20和P20 Pro在这个价位中 相机表现对得起我的期待 不同于相机 性能部分我不想深入的介绍 2018年 各家都在上845的前进下 970毫无疑问显得有些疲软 王者荣耀这种骁龙660 都能稳定满针的游戏 970加约起来问题不大 但我经常玩的崩坏3 全高清画质下 怪多的场景画面会卡 而且是影响游戏体验的那种卡 玩了几局我就放弃了 吃鸡游戏 不开最高画质还可以玩 一旦开了最高 游戏玩一会儿就开始出现降针 卡顿 当然这些 我估计大家看视频之前都猜到了 所以极致游戏等 要么选择骁龙845 要么等麒麟980 如果说超级夜景和莱卡 差点让我入了华为的坑 那系统和UI 绝对是让我恢复理智的地方 抛开华为被诟病已久的UI审美 手机在我手中使用这一天中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微博的滑动 相册里的各种操作都不是那么顺畅 并且这种小卡顿 贯穿在各个小角落 我也是在微博上为了很多朋友求证以后 才敢在视频里这么说的 有网友说 P20 Pro的流畅度 甚至不如它的Mate 10 Pro 这就说明了是软件问题了 当然 我说的这种卡顿 可能你能忍受 或者你根本感受不到 甚至很大概率 未来会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来改善 但目前来看 P20 Pro在系统流畅度的表现 远不止5000这个价位 并且屏幕偶尔还有误触的情况 右手持机 趋够左下角图标的时候 有概率会触发关节截屏的功能 导致手机里莫名其妙 会多很多没有意义的截图 这一代P20和P20 Pro 电池容量集体增加 分别为3400和4000mAh 实测下来 P20 Pro的表现 并没有Mate 10 Pro优秀 但横向对比其他机型 这个诚意可以说是中等偏上了 而小电池的P20就比较一般了 属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充电方面 依旧是我们熟悉的22.5W快充 实测下来 二者都符合当今的快充速度 反正都比我的iPhone X要快 回到开头我说过的 P20还不够极致 评判一部手机是否均衡 要看时间节点 P20放在2018上半年 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一个帐篷机 而不是一个水桶机 屏幕虽然给人的感觉 紧跟潮流用上了流海屏 但素质和Mate 10 Pro没什么区别 依旧是熟悉的二等OLED 相机是很强 但就目前来看 华为并没有很好地消化它 照片发白 60帧不可用等老毛病依旧存在 麒麟970放在去年还可 但18年 在骁龙845和三星9810的围攻下 情况显然不是那么乐观 全高倾向不能极致的吃鸡 甚至配合差劲的系统优化 日常使用起来 还不如自家前代进行表现好 当然我们也知道 麒麟的更新日期在下半年 P系列主打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性能 但从结果来看 对于那些游戏性能党 我真的没有勇气把P20推荐给它 只不过相比于同时期的1020 P20可以说均衡很多 对于绝大多数人 日常使用下来 P20没有任何问题 P20和P20 Pro怎么选 我给你的建议是 除非你是单手党 并且还死命不追随OLED的情怀 否则一律选P20 Pro吧 这次的各种升级 貌似都和P20没什么关系 真闹边的也就只有见面色和刘海平了 3788元的售价 你是加点预算上Mate 10 Pro 还是Mate 10 都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华为用户 隔代升级依旧成立 除非你对亮骚的新配色 4000万的拍照和超级夜景 有着极强的好奇心 Mate 10 Pro用户可以考虑升级 只不过你得到的将会相当有限 同时你还会丢掉相对成熟的系统优化 和逆天的续航 不追求极致拍照的朋友 显然更便宜 更稳定的Mate 10 Pro 更适合你 那些想支持华为 还是游戏发烧友的 还是和我一样等Mate 20吧 至于华为P20和三星S9 Plus 这种旗舰怎么选 很简单 还是那两点 新配色和超级夜景 如果对这两点兴趣不是很大的话 建议买三星 系统优化再差 它也是骁龙845 并且经过我的使用下来 截止到视频发布前一天 S9 Plus在日常使用中 比P20 Pro要更舒服 2K的Super AMOLED屏幕 也是华为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好了 这就是我对于华为P20和P20 Pro 全部的解读 不知道这期视频 你看过眼了没 觉得视频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我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视频 更多实拍样张 交流 抽僵的福利 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华大小小生 好对了 开我的小店 主要经营正品配件 和各种版本的手机 保证好吃不贵 感谢大家支持 我是小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